6号 台立法机构副主管红秀柱参加活动时向军公教群体喊话 说军公教群体一辈子为社会服务 却长期沦为绿营政治人物 制造社会对立 谋求政治利益的工具 他呼吁大家不是郑重别人下怀 害了自己也会害了下一代不退出政坛的宋楚瑜几度出来参选 狂炒土地 有专家称台湾还有大家对他的经济与两岸政策不放心 即便他在这次选战已不触及统独 对经济与产业政策也有刻意琢磨 不与20万军农券党员集中票员投给国民党 用选票纠正失得失序的乱象